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是决赛MVP 类似于NBA常规赛MVP和FMVP 今天NBA官宣 火箭新秀惠特摩尔当选下联MVP 不算决赛 惠特摩尔场均20.4分5.6篮板 2.4助攻3强断 有过单场26分8强断的表现 再看看下季联赛最佳阵容 一阵 基昂特比 乔治 爵士 梅里尔 骑士 奥兰多 比罗宾 迅 热火 亨特比 泰森 绝金 坎姆比 惠特摩尔 火箭 二阵的克里斯帝和穆恩票数相同 所以有六个人 贝茨 骑士 克里斯帝 胡仁 利伯帝 公牛 泽维尔 比 穆恩 快船 贾巴里 比史密斯 火箭 威尔逊 蓝网 惠特摩尔咱们之前介绍过 他出生于2004年7月8日 刚满19周岁 身高2米01 臂展2米04 选秀母版 曼尔斯比布里奇斯和卡龙比巴特勒 今年选秀大会之前 惠特摩尔的预测顺位一度排名前五 火箭也有意用手里的四号牵选他 惠特摩尔体重107公斤 对抗能力不俗 敢于突破强杀篮下 2022比23赛季 惠特摩尔在维拉诺瓦大学场均12.5分5.3篮板 0.7助攻1.4 抢断1.65 三项命中率47.8% 34.3%和70.3 荣因大东联盟的年度最佳大一年级球员 惠特摩尔为火箭视讯过 媒体和球迷都以为他能在第四顺位被选走 但是 火箭用四号牵选中了阿门比汤普森 球迷认为 即便惠特摩尔不能成为前五顺位 最起码也是乐透秀前十四顺位吧 万万没想到 他一路狂跌到第二十顺位 无论如何 惠特摩尔能拿到夏莲MVP 对火箭来说已经赚到了 最后来说说以塞亚比莫布里 他出生于1999年9月24日 身高2米03 2022年选秀49号秀 他弟弟埃文比莫布里 出生于2001年6月18日 身高2米11 2021年选秀碳花秀 以塞亚比莫布里天赋远部级弟弟 2021年选秀 他原本计划跟弟弟一起参选 由于自身选秀行情不佳 以塞亚比莫布里退出NBA选秀 2021比22赛季 他在南加州大学 场均14.2分8.3版3.3注 2022年选秀大会 以塞亚决定再次参选 三号位的身高 四号位的技术 如果不是骑士卖个人情 以塞亚比莫布里可能会落选 2022年修赛期 骑士给他一份双向合同 2022比23赛季 以塞亚为骑士出战13场常规赛 场均出战6.5分钟 得到2.4分1.5篮板 3分命中率37.5% 今年夏天 骑士队又给他一份双向合同 薪水大约50万美元 球迷调侃 以塞亚比莫布里 就像字母哥的哥哥在雄鹿一样 都是关系虎 不过放在夏季联赛 以塞亚依然是大杀气 毕竟他比今年的新秀要大四五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